今天他們好像是新品組 這樣搭配真的皮膚會變超好 那我自己是超喜歡這個包包 應該已經有變自然一點了吧 各位 嗨大家 今天是25號 看得到嗎 對 今天行程呢 等一下出門想要去吃 想要去新衣區吃一家 泰式料理 應該是泰式料理 反正就是那種 已在威風南山 然後吃完呢 我可能會想要去看沙丘 吃鴨鼻 然後去看沙丘 然後還想要去買鞋子 因為我上次看到一雙 Vans紫色的超可愛 然後跟大家講 因為最近這個月 因為暑假嘛 我就覺得 我的花費有點多 但是呢 因為我的五倍券 要被家裡徵收 然後我就在想 到底要不要去買Vans好呢 我就覺得 蛤 這個月有點花太多錢了 但是又覺得 可是我好想買 然後就覺得 沒關係 其實最近是一個可以好好花錢的心情 所以我決定今天呢 如果有看到喜歡的鞋子 也不一定會買那一雙啦 但是 因為我真的 我的Air Force是 一月多買的吧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跟我同時間買的人 他們的鞋子都還沒壞掉 然後我的鞋子 那時候才剛穿兩三個月 前面的頭就已經打開了 然後就覺得 蛤 為什麼 反正我就會帶著我的相機 跟大家一起錄影一整天 希望今天一整天可以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欸欸欸 你在吃什麼 你在吃什麼 欸 好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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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是天氣很好的一天 出門 然後呢我現在要先去買社區巴士的票 我其實本來想搭公車 但後來發現好像剛好時間搭社區巴士會比較剛好 我剛剛要先去買了電影票 然後因為我媽先去排壓比好像現在有位子了 我要先去吃 好餓喔 而且呢我剛剛看沙丘居然8點多都已經沒位子 現在才2點多 真的超熱門 所以我們買了9點多的 先到訪問我 這裡是在外面的地方 我不值得再送你 這邊是我來買的 我現在想說的是我把它帶來買一些 但是我完全不值得也要來買omo 達到訪的地方 這個還要找不到 我們來買了賣物 我們去買買公廠的地方 這是咖啡排骨 吃起來超特別的 我們現在剛吃飽 現在是三點左右 然後呢我們打算去找個甜點店坐下來喝咖啡跟吃甜點 各位結果呢今天很興趣超級超級多人 所以我們最後決定是就去星巴克 其實最一般的選擇 因為我們只想要喝咖啡休息一下 我點了一個他們好像是新品 什麼可可叫哈瑪奇蘿 然後把它換成燕麥奶 然後跟一個栗子蛋糕 對 我現在呢要去ABC Mart 我們剛剛已經喝完星巴克了 我剛剛那個飲料忘記它可以調整甜度 所以我就喝的超級甜 對 結果呢我現在來到了遠東百貨 因為剛剛去看的A11的ABC Mart 好像在整修吧還是什麼 反正我目前呢都還沒有找到我想買的鞋子 所以我就現在繼續來找 若真的沒有的話就算了 就不買了 多喝水 多什麼啊 多喝水新的耶 這個咧 真的玩嗎 喝吧 結果呢我們現在要回來converse 想要試剛剛我一開始試的那雙奶茶色高桶的 Honey I don't want to go and waste another day miss it up again I'll stand my way up I'll be the one that has the highest price to pay If I make it home tonight I'll be your home 嗨大家 現在呢 是晚上的7點多 然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了 慕姬咖啡 因為我們走一走有點累 剛剛去買完了我的鞋子 然後現在想說 坐在這邊喝個東西吃個甜點 休息一下 放這裡好 謝謝 剛好餐點來了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要吃個人的 Cuz it has been too long since I got anything I got any sleep Y it's been a while Oh cookies What why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来看电影了 我看完了 现在已经12点了 而且他真的整部片超级久 大概两个半小时吧 我刚刚把我的影眼摘掉了 因为眼睛有点干 然后 现在应该要准备回家了 就是 因为他应该是很多集吧 然后我刚刚看到后面就觉得说 这样子演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演完 的时候呢 就结束了 我自己是觉得呢 还蛮好看的 尤其我超喜欢那个男主角Paul 嗨大家 我现在呢 刚回到家 然后我想说 来开我今天买的鞋子给大家看 咱咱 要对焦到吧 他应该这个算是奶茶色吗 我觉得他好像比一般的奶茶色再亮一点 然后他是平结的 就是中间是橘色的这样子 对 然后他是厚底的 跟大家说我穿这双鞋后呢 好像就175公分 还是176公分 就是变超高 对 我这次买鞋子本来就想说要买比较颜色 颜色可能比较特别 就想说不要买白鞋或是黑鞋 所以就选了他 给他一个特写 毕竟呢 可能大家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这么干净的样子 好 就这样 快去洗澡了 好 然后今天呢 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一直在使用的 保养组合 给大家看一下 分别呢 是Kiehl's的金盏花化妆水 还有呢 神力小红瓶 加上他们淡斑精华 这个双精华组合 这样搭配呢 真的 本人亲自保证你的皮肤会变超好 虽然听起来很商业 但是是真的 不管是细致度啊 或是平滑度 还有你的整个脸的亮白度 都会因为他们大大的提升 好的 先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自己的肤质是混合偏干的敏感肌 然后我的皮肤还蛮容易出现一些 皮肤炎的状况 就比如说 可能我在比较干燥的地方 我的嘴巴附近 就会开始有一些发炎的症状 所以我皮肤真的算是一个 蛮敏感的状态 然后我之前一直以来都 不太敢入手他们的金盏化化妆水 是因为听说 他非常的挑肤质 因为对有些人来讲是 可能什么蜜糖 然后对有些人来讲是毒药 然后偏干肌的 好像不太适合的感觉 但是我最近试下来真的是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对干性的敏感肌 我觉得它应该算是各种肤质 都可以使用的化妆水 因为我是混合偏干嘛 所以我最近用它呢 都是用就是局部湿敷的方式 像是我脸上可能鼻子啊 或是我最近额头 快要长痘痘的地方 我大概一个礼拜会湿敷个 一到两次 我觉得就超有效的 就是你的痘痘会很快就消了 而且因为他们的这个金盏化化妆水 就是完全没有酒精 是很天然的就是植物萃取 所以用起来就是还算温和 完全不会刺激 加上它好像是就是皮肤科的医生啊 跟成分专家都推荐的产品 用起来会不会很好笑 所以皮肤敏感的人呢 就是应该可以很放心的使用 我是你们很好的例子 跟大家说我不是一直去 我不是有去点痣吗 但是我嘴巴上这个痣呢 我已经点了两次还是三次了 它都还没消 我快要气死了 OK 我私敷完了 现在要来用的呢 就是QS的这个 11K打超导全能修护度 就是呢大家都知道的 神力小红瓶 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好了 它用起来很清爽 然后吸收很快 原因在于它是用最小的修护分子11K打超导玻尿酸 就是一般玻尿酸的四分之一大小 所以呢它会更容易伸进去你的皮肤里面 就是真的要伸进去才会有效 然后先跟大家说我在用它之前 就有问过我身边其他的朋友们 每一个我真的是问了每一个人 都跟我说他们超推小红瓶 所以呢我在用它之前 其实我就很期待 然后它真的呢 完全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就是真的超好用 我觉得用它最大的感受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很有效的在修护你的脸 不会像一些保养品需要一段时间才会见效 然后用它的话就可以很快的感受到 你的皮肤在变健康 然后变亮 我现在一段时间用下来的感想是 它真的有那种让我的肌肤再稳定变好的感觉 然后整个也变得更有水分 像我偶尔会长一些小颗粒啊 或是敏感泛红 但是擦它的话一个晚上起床 就会很明显感受到大概六七成都可以被消掉 然后这一款呢同样也是天然的植物萃取 所以它就是由肌到敏感肌都可以使用 基本上呢我觉得你脸上有什么问题 像是泛红啊或是暗沉粗糙之类的 它基本上都可以解决 反正呢我自己是真的超级超级满意小红品 它真的是我近期最推的保养品之一 真的没有在浮夸好真的真的 我现在真的超爱小红品 另外一个精华呢就是我自己真的也使用非常非常久的 就是Kyos的激光极净白淡斑精华 这旁边这个大罐呢就是我一直以来都在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它用了一半以上了 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这一罐厉害的地方 跟小红品厉害的地方不一样 它呢是主打淡斑淡豆疤 同时呢还可以亮白跟让你的肌肤更弹嫩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还蛮重要 因为我其实是属于那种就是很容易长斑 然后我的豆疤也很难消的那种人 然后一样呢也是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是属于那种透明然后流动性高的质地 然后擦在你的脸上可以马上就 提升你肌肤的保湿度 味道闻起来是薰衣草香吗 然后它里面呢有医学级的美白成分 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所以对我来讲超级需要 通常就是一罐 低四个地方 啊低下去了 跟大家说因为我之前去看皮肤科 从那一生就跟我说我的皮肤是属于那种比较薄的 所以非常容易就是对于黑色素的吸收很强吧 所以这种蛋白精华对来讲真的非常需要 这款呢也是就算我是敏感肌 用下来也完全不会刺激 我觉得它呢相比其他的美白性精华 它的保湿度更好 然后里面好像有什么万元乳霜才有的成分 什么普拉斯链 所以会让你的肌肤更坦嫩也会比较膨 至于呢为什么要两个精华一起使用 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种感觉 还是我年纪变大了 就是我常会觉得单用一个精华会不太够 而且最主要呢是它们两个主打的功效也不太一样 像是这两个一个是稳定的肌肤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蛋斑跟保湿 通常呢诶找一下 通常我是用它们两个 然后最后我再加一个 Kiehl's的冰河糖蛋白保湿霜 这样子整个完就是会超刚好 就是你不会觉得你保养的不够 也不会觉得说有点负担太重 尤其真的是现在换季需要好好照顾你的皮肤 像我最近就开始冒痘痘了 反正呢我自己是超满意这个组合 然后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可以放大 我肌肤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看起来还不错吧 好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次Kiehl's周年庆的活动 只要买这个双精华的组合呢 除了会送就是更小容量的双精华以外 还会再送一个40ml的精盏化化妆水 40ml真的很多欸 然后这次周年庆只要消费满8000块的话呢 他们会送一个环保麻包 欸在后面 对 拿给大家 是不是超漂亮 然后还会再送一个他们的旅行组 然后预购会的话呢 是满19400的话 会送这个抗亦万用包 这里面真的超多东西 甚至还有口罩 反正Kiehl's的周边真的就是很厉害也很实用 那我自己呢是超喜欢这个包包 反正呢大家可以趁周年庆入手 他们的保养组合 然后我自己真的用下来也非常的满意 对以上呢真的就是我最近近期的保养步骤 最后呢我会把其他更多详细资讯放在资讯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最后就是用我的保养步骤跟大家说再见 这是我几乎每支影片都会忘记跟大家说拜拜 这是我的习惯 就是我就直接拜拜 今天这支影片呢就是跟大家记录一下 空闲的开学生活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 我这支影片后好 后来都让你先知道 了 小白